传统的燃油动力和纯电动力都有着自己的缺点 那么如何得到一个完美的动力呢 那就是把这两者的优势加以柔和 所以说现在混动是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本期我们将给大家试驾一个新的混动的技术 来自吉利的新月L雷神Hi-X混动的这样一个技术的车型 它是一个油电混动的技术 相比于比亚里的DMI它不能够充电 它更加像是丰田的THS和本田的三代IMMD的那种混动的形式 所以问题来了 这辆车到底能省多少油 并且在混合动力之后 它的动力又是否得到提升呢 今天我们来到平均海拔3500米的云南西双版纳 来对这辆车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试驾 这辆雷神Hi-X的车型相比于燃油版的新月L来说 它的外观也有一定的变化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标变成了一个纯白色的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整个中网的一个造型也有一定的变化 第二点就是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轮网的造型 更多的封闭式的这样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有利于降低行驶时的风阻 这也契合这辆车为了更加省油的这样一个目的 接着我们再去看一下车尾 它的车尾的变化并不是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这儿有它的身份的这样一个标识 还有就是下方的一个包围的造型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接着我们再去车内看一下 因为我们拥有一辆新月L燃油版 所以说我坐进这辆车感觉各种东西都非常的熟悉 包括我前方的3块12.3英寸的屏幕 包括这个手感很好的一个方向盘 不仅是前排非常熟悉 因为这辆车本身电池的容量比较小 而且它藏的比较好 所以对于后排和后备箱的空间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但是这辆车相比于燃油版也有了一定的变化 主要集中在它的车机里面 内置的功能提供了华为的Hi Car VC整个这套车机相比燃油版的新月L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当然大家更加关心的是 这辆新月L在用上了这套Hi X的自行混动的技术之后 它的动力和油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就别废话了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实测 我们现在把这辆新月L雷神Hi X的混动 开起来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动力的感受 从结构上来讲 这套混动系统还挺复杂的 有一个1.5T的发动机 然后有电机 还有一个三档的一个混动的变速器 在有了电机的介入之后 它就可以很好的为发动机进行一个削风和填骨的一个服务 然后这套动力给人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非常的顺 就很有电动车的那种感觉 即便是你速度踩的过高发动机介入了 你能够听到一定的发动机的声音 但是你感受不到发动机介入的那个动作 我觉得这是这辆车在动力方面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相比于我们的那台燃油版的新月L 这辆滚动版的新月L 它底盘的质感有一定的提升 就算是弯路上我们稍微快一点点去过 车身的姿态还是非常的稳健的 然后转向的话就跟之前的燃油版的新月L 就非常接近了 还是典型的家用的这种风格 有一点点虚位不是特别紧绷 开起来也是比较的适合日常 最后再来分享一下这辆车的刹车 刚刚在过来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鬼探头 然后我一脚中刹下去 刹车的这种表现确实非常出色 车身姿态控制的很稳 然后制动的距离也很短 能够给驾驶者很强的信心 综合来看这辆新月L的混动版 在驾驶体验方面是相当出色的 经过100公里的实测 我们现在的油耗数据正式出炉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 经历了山路和一段比较齐区的小路的行驶 最终测得的平均油耗的一个数据 是4.0升 官方的一个综合百公里油耗是4.3升 可以说明这个数据是非常真实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平均速度 是41公里每小时 因为整体的行驶路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说我们跑出来的油耗比官方还低那么一点点 这辆车的一个油箱的容量是55升 那之前官方说它的一个最大游航里程是能够做到1300公里 那如果你是出来旅游路况非常的好的话 还能够再多100公里应该压力不大 好的 各位朋友我们这一次试驾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来简单做一个总结 那这辆混动版本相比之前的燃油版 它其实在整体的这个静态体验层面的一个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多 这辆车最大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它的混动系统 实测100公里的一个油耗是4.0升 比官方的4.3升的一个平均耗略低一点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行驶路况 它是比较畅通的 没有什么拥堵 再加上我本人的一个脚法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在当中我们有一段行驶是偏下坡居多的这样一个路况 它最低的综合油耗去到了2.6升 真的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 这足以说明这一辆车 它的这种油电混动系统在省油方面的功底是非常强的 再说一下动力 1.5T的一个燃油的机子 加上电动机官方的一个零百加速7.9秒 实际开起来这辆车的一个动力畅顺程度是非常高的 整体的动力储备也足够强 满足日常的家用 毫无压力 其实很多人在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可能会去跟比亚迪的DMI 或者说一些其他车型的混动去进行对比 这辆车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 就是它是一个传统的油电混动 不支持充电 所以说这辆车并不能够去上一个绿牌 这是它的一个缺憾 但是如果你仅仅是需要一个能够帮你省油 日常开起来比较舒服 整体的实用性非常好的这样一辆车 那么这辆车就非常的合适了